Hello 大家好,我是Uncle B2 今年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就在8月1日圓滿結束 雖然今年的動漫節有很多精彩和值得留意的地方 但亦有很多地方存在各種爭議 尤其在萬人謎全球華人原創漫畫公開賽2023 不如今日的《ACG週報》就帶大家去看看 到底這個原創漫畫公開賽裡面出現了什麼爭議 這個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們的ACG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加入會員 甚至使用超級感激功能,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也可以支持一夜我製作更多與ACG文化相關的影片 而我Edy Scott Coup 品購B2集會所已經正式開放 各位想與我和其他人瘋狂討論ACG相關事情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的影片資訊Click DC Grouplinger集會所 還有逢星期三晚11點55分,我將會Teach 最後直播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Teach account 到時可以跟我一起喝酒聊聊天 另外我亦開始了Instagram,去講一些與飲食文化相關的話題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話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帳號 還有大家記得訂閱白食幽靈的頻道 好,是時候帶大家看看這個星期有什麼ACG相關的新聞和消息 首先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星期有關遊戲動漫相關的新聞和資訊 經典節奏戰略遊戲PutterPone的開發總監 現在在Tokyo Virtual Fairy任職的小谷浩芝 在上個月的獨立遊戲節Beat Summer Let's Go 活動中 就公開了一隻早前以Project Jabawaki 之名的PutterPone 精神續作 終於正式命名為Ratatone 而近日這遊戲在Kickstarter的無知計劃亦正式開始了 在這個無知計劃開始後 在短短的47分鐘 就已經達成了2000萬日元的首要目標 甚至在今次週報截稿前 近已經達到遊戲多人連線模式和Console版的門檻了 今次這遊戲的無知計劃預計就到9月2日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這個無知計劃的話 都可以在Kickstarter 的相關頁面看看計劃的詳情 近日由Connor to Corner 舉辦的街霸六線上比賽中 就發生了一宗很震撼的小插曲 這宗小插曲就是由兩位選手 Pass 對 Lancer 比賽的時候 由Pass 控制的春麗 就突然完全沒有穿衣服 令Connor to Corner 轉播相關賽事的Teach Channel 以競化速度轉換了畫面 所以Connor to Corner 的Teach Channel 就沒有因為這件事被ban 但當時就有很多人覺得Pass 無色相關的Mock 令Connor to Corner 的Teach Channel 差點被ban 但之後Connor to Corner 就在自己官方的社交平台 幫Pass 澄清 表示這次的問題其實是自己屬於主辦方的失誤 因為當時用來直播的電腦 安裝了相關Mock 的原因 就令到有這宗小插曲的出現 而目前有關電腦就已經將這個Mock 插除了 未來亦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另外Connor to Corner 亦希望外界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去抓被Pass 這樣畫的 上個月在Switch ESOP 裏面 就出現了一隻名為The Last Hope 以末日後作為背景的生存動作遊戲 只不過因為遊戲無論名字和各種宣傳圖 都可以說令人聯想到The Last of Us 而因為這遊戲在宣傳方面 就實在太致敬The Last of Us 的關係 Sony 亦都忍不住出手 利用The Last of Us 的版權 令The Last Hope 這遊戲在Switch ESOP 落格之餘 在Youtube 的相關遊戲宣傳片 亦因為版權聲明的關係 就已經不會在Youtube 播出了 不過在遊戲下架之前 就有部分網民新鮮事卒去實際玩過這遊戲 他們就表示遊戲的遊戲畫面相當粗糙 遊戲系統也完全不是The Last of Us 的水準 而且在撤換場景時 更因為需要反覆loading 的關係 令到這遊戲的遊戲體驗極差 甚至有些網民看到遊戲的實機遊玩畫面後 都忍不住吐槽問為何任天堂會被這遊戲在Switch ESOP 上架 那到底任天堂為何會被這遊戲在Switch ESOP 上架呢? 這個就... 我想真的要任天堂自己才知道 之前周報也有說到 俗稱ISAC的Allusion 上個月就突然宣佈停運 但他們一個後備用的社交平台帳戶 就突然改名做Project 準備中 不少網民當時就估計 ISAC應該會捲到重來 而在8月4日這個社交平台帳戶 就正式命名為Erogames 而且同一時間這個社交平台帳戶 亦都公開了他們首隻開發的遊戲 Harigamu 會在今年的9月1日推出 它說應驗了各位網民的估算 ISAC是會捲土重來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很擔心 他們今次的捲土重來會不會上岸重量呢? 不過一進入Harigamu 這遊戲的官網 就會問你夠不夠18歲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大家好,我是8歲幽靈 是時候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星期有關VTuber 性幽和與ACG相關有關日本藝人界的新聞和資訊 Zeniel 在7月31日宣布 將會與日本電視台子公司 Cran Entertainment 合作 推出一個全新的VTuber項目 這個項目就會利用 Zeniel 與日本電視台相分的優勢展開各種活動 而項目的概念就是 住在魔法師女孩家中的貓 因為神奇魔法的關係 變成VTuber進行VTuber的活動 現在這個項目已經進行試鏡選筆了 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或者想成為 Samuel 旗下的VTuber 也可以到 Samuel 這個VTuber 項目的官網 看看試鏡選筆的相關詳情 採航是由2021年開始開辦的 VTuber 新人培訓計劃 VTA 在近日突然宣布需要整頓VTA的營運 並且同時暫停所有 VTA 旗下成員的活動 根據彩虹社務公司 AnyColor 在 VTA 的官網公告表示 近期抗應有成員違反 VTA 的規定 包括洩露機密情報等行為 因此決定終止違反規定成員的活動 並且同時因為整頓VTA營運的關係 所以決定暫停所有 VTA 旗下成員的活動 他們亦表示如果建立了新的營運機制後 便會恢復 VTA 成員的活動 好,又到資料不太多的新聞和資訊 但我們都覺得需要和大家說過的HG 簡報時間 在上月的Summer Game Fest 由Granding Gear Games 開發的Perf of Excel 2 PoE 2 終於有新消息了 不過當時他們表示 這遊戲會以初代的資料片形式推出 但在近日舉行的Excel Coin 中 Granding Gear Games 竟然書報 PoE 2 將會改為以全新獨立遊戲的形式推出 並且宣布預計下年的6月7日正式開放遊戲的測試 另外經典武俠遊戲仙劍奇入轉 近日在官方社交平台宣布 將會以Remake 的方式推出仙劍奇入轉4重製版 而且會由原製作人張孝全擔任今次重製版的製作人 並且會以Unreal Engine 在原作的基礎上 對遊戲進行完全重製 最後就說說關於香港的ACG新聞 今年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在8月1日圓滿結束 雖然今年的動漫節有很多精彩和值得留意的地方 例如採用社EAN旗下5位VTuber 犬山Tamaki 伊織文 白犬 史之賴加拿等等 眾多海外和日本的VTuber Cosplayer 姓優和其他表演嘉賓集港 亦有一眾的本地VTuber YouTuber Cosplayer 配音員等等的表演單位 帶給我們不同種類的演出之外 最令我震撼的當然就是謝雪森 在主舞台上的Cosplay表演 只不過今年的動漫節亦有不少爭議的地方 包括今年動漫節的宣傳海報 鼻子抽走Apple 2017年 WWDC的宣傳海報 伊織文的簽名會安排混亂之外 我想大家近日討論度最高 甚至令海外和台灣媒體都有報導的爭議事件 我想非萬人迷全球華人原創漫畫公開賽2023莫屬 事源香港動漫電話節官方社交平台 就上載了原創漫畫公開賽頒獎典禮的照片 在頒獎典禮裏 相關的得獎作品就會在頒獎者身後的大螢幕顯示出來 但在今次比賽的插畫組裏 其中有一幅得獎作品 被網民發現和崩壞星窮鐵道其中一位角色 單行的官徒有99.9%相似 只是嘴唇有少少不同了 加上今次比賽標榜原創 並不接受其他角色異創作品的關係 就令一眾網民炮軍主辦 到底用什麼盡質來進行今次比賽的評審 並且希望主辦單位作出回應 甚至有部分星窮鐵道的玩家 希望星窮鐵道的官方 也就是米蝦遊就今次的爭議事件 作出相應的行動 不過主辦單位就在動漫節完結的三天後 在香港動漫電話節的官方社交平台發出一則公告 表示已經在獲獎名單裡面 剔除了相關的參賽者 不過一個標榜原創的比賽竟然這樣搞出大頭罰出來 我想主辦單位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相關比賽的評審制度 今天的ACG周報就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在網上看到覺得頗有趣的ACG新聞 都可以在各國社交平台PM我們 另外大家如果喜歡ACG周報這個節目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以及訂閱白食幽靈的頻道 另外也感謝各位酒友會員的贊助支持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在各國平台發展我的影片和直播 我們下星期的ACG周報再見,拜拜!